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曾经做过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助理司法部长 做过前总统老布什的助理国务卿 后来还在前总统小布什手下做过主管军务的副国务卿 有这种辉煌工作经历的人 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三朝元老吧 今年的3月22号 已经70岁的博尔顿 被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 这个任命出来当天 就给特朗普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差评 大家批评他倒不是因为博尔顿老爷子年龄太大 博尔顿只是长得比较着急而已 要论年龄的话 他还得管特朗普叫一声哥哥 因为特朗普虚岁已经快七十三了 大家之所以批评特朗普的这个人事任命 主要是因为博尔顿这个人的口碑不太好 博尔顿过去几十年的从政经历告诉全世界 他是一个著名的鹰派人物 是美国政坛最典型的保守主义者 一直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和强硬的外交政策 把这样一个人当做自己的核心幕僚 特朗普真是没打算让这个世界安宁啊 想必前面对博尔顿的描述会让有些同学觉得枯燥晦涩 因为充满了政治术语 可是聊到美国政坛这些术语是绕不开的呀 尤其是特朗普做了总统之后 这些术语出现的频率比过去高了很多倍 我们要聊博尔顿老爷子的故事就得把这个术语给讲清楚 那咱们就先从鹰派开始吧 鸽子吃无骨杂粮 性格温顺人畜无害 因为一个圣经典故 所以变成了和平的象征 这个政治上的鸽派就是温和派 用我们外交部的话说啊 就是主张用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那老鹰这种飞禽 有尖嘴力爪 只吃荤不吃素 天让飞的地让跑的 只要他看得上他 就把他变成自己点心 所以鹰派这个词就代表了强硬派 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 平日里表现的比较强悍 凶猛和具有攻击性 那既然博尔顿是一个著名的鹰派人物 那么可想而知 他的说话做事方式就是比较冲的 能骂人尽量骂人 能动手尽量动手 博尔顿曾经说过 美国和世界的关系 就是锤子和钉子的关系 美国爱敲的谁就敲的谁 那么特朗普把这样一个人放在自己身边 可以想象有朝一日 特朗普打算对某个国家动手的时候 博尔顿发挥的作用 应该就是推波助澜和火上浇油 除了是饱含攻击性的鹰派以外 博尔顿还是一个典型的保守主义者 保守主义者是一个解释起来比较费劲的书语 因为他有特别多的外在表现 我们不妨先欣赏两句 博尔顿的保守主义者名言 只有符合美国政策的国际条约 才会成为法律 如果让我来改革联合国安理会 我只会设一个常人理事国 那就是美国 因为这才是当今世界力量分配的 真实反应 只有一个典型的美国保守主义者 才不会因为说出这两句话 而感到害羞 在政治这个行当里 说某个政客保守并不是他胆小怕事 为手为脚 保守的意思是对自我保护意识特别强 维护现状的意识很坚定 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名誉 道德形象等这些虚伪的东西更重要 极端的保守主义者 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 可以出尔反尔 可以铁石心肠 可以蔑视一切规则 现在的美国宗特朗普 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他提出的美国优先 就是他保守主义思想的灵魂 特朗普给进入美国的商品收税 严格管控边境 防止屌丝国家的移民钻进去 为了省钱 削减美国给某些国际组织 承诺过的办公经费等行为 都是他的保守主义者表现 当一个执政团队里 有了保守主义者 那就意味着这帮人 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 可以冷酷地伤害其他国家 那么特朗普把博尔顿 带在自己身边 可以想象有朝一日 特朗普打算保护自己 伤害别人的时候 博尔顿发挥的作用 应该还是推波助澜和火上浇油 那既然博尔顿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那么单边主义政策和强硬政策 就必然同时具备 这就像一个犬儒主义者 一定是浑身发臭 并且喜欢骂人 也是一个样 在面对美国利益的时候 博尔顿的态度就是 我们美国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别人的意见都靠边站 一切从自我出发 这个就是单边主义 也可以理解成我行我素 既然都单边主义了 那么态度肯定要强硬啊 不强硬的话 单边主义也只是说说而已 自从今年四月份 进入特朗普的内阁以来 博尔顿老爷子顶着外界的批评和争议 很少抛头露面 新冠上任 连个发布会都没开过 就在大家以为 人之以老 其言也善的时候 博尔顿前两天终于出山了 他在一个名叫 联邦主义者协会的活动上 对外献上了他上台以来的首秀 这场表演向外界证明 什么叫做 宝刀未老和使之不渝 博尔顿这次把国际刑事法院 喷得一塌糊涂 因为这个法院居然在调查美国军人和以色列人 貌似还打算审判他们 博尔顿说 我们美国人是不允许被任何外人调查和审判的 既然国际刑事法院在调查 那么我们绝对不会配合他们 不但不配合 我们还要制裁这个法院 既不给他们钱 也不让他们来我们美国 必要的时候 甚至可以冻结那些法官们在美国的资产 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于2002年 专门调查和起诉全球那些犯下的战争罪 侵略罪 种族屠杀罪和反人类罪的个人 全世界在联合国登记注册的国家有193个 宣布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国家有134个 需要话重点的地方是 联合国承认理事国 目前只有英国和法国还待在里边 刑事法院成立那一年 波尔顿老爷子在干什么呢 那一年他做了小布什的副国务卿 主要负责军事装备的规模控制 刑事法院成立的前一年 爆发了震惊全球的911恐怖袭击案 复仇新切的小布什在当月10月份 就发动了阿富汗反恐战争 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没结束 在这场反恐战争中 美军在阿富汗造成了很多武装分子和无辜人员的伤亡 当然也抓了很多活口 美国的法律认为 那些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是无效的 也就是说 刑讯逼供没用 甚至会因此支官司 这个规矩就让小布什很为难 因为中东那些有信仰的恐怖分子 嘴巴很严实 为了撬开他们的嘴巴 得到有价值的情报 小布什就在古巴的关塔纳摩基地 修了一所监狱 把抓来的犯罪嫌疑人都送那去 想怎么折磨就怎么折磨 反正那不是美国本土 美国的法律管不着 这个就是关塔纳摩的虐求事件 博尔顿和希拉里一样 都是耶鲁大学的法学博士 他当然明白 这么做是为了绕开美国的法律 而且老爷子当时还是主管军备的副国务卿 不可能没有参与这件事情 也不可能对当时关塔纳摩发生的事情不知情 所以当时刑事法院成立的时候 鹰派加保守的强硬人物博尔顿 就表现出对这个机构的蔑视和反感 国际刑事法院在2016年 曾经发表了一份报告 这个报告提到美国大兵 在阿富汗执行军事任务时 一次犯下了战争罪 这个事值得查一查 而到去年的11月份 国际法院的检察官已经宣布 启动了对美国的这项调查 这是为什么这时候被博尔顿拿出来说呢 大概他觉得自己已经忍无可忍了 对以色列超级友好的特朗普 8月份砍掉了一笔经费 这笔钱是以前美国政府 答应资助巴勒斯坦的 巴勒斯坦人位置特别不爽 不但喷特朗普 而且变本加厉的 向刑事法院起诉以色列人 自到2015年加入刑事法院以来 巴勒斯坦人就一直在起诉以色列 估计起诉状都有一大落了 那既然调查我们美国人 还调查我们最好的朋友以色列 这刑事法院是要上天啊 所以博尔顿就趁着参加公开活动的机会 打着总统的旗号 把刑事法院给从头到脚喷了一遍 为了保护美国人 他把刑事法院说得毫无用处 这是他保守主义的表现 说到激动的时候 他还扬言要制裁刑事法院 这是他鹰派的表现 因此这场演说可以算是一场 保守主义强硬派人物的教学式法院 那对于博尔顿老爷子的这种行为 美国人自己会怎么看呢 如果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或者左派人物 那么在他们的意识当中 公平正义这东西永远是排在利益前面的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不能为了自己的好处去伤害别人 更加不能为此违反规矩和法律 否则犯了错或者犯了罪 就应该受到调查和惩罚 在这一类人看来 博尔顿的这种行为显得粗鲁 霸道 瞒不讲理 只想了自己不顾及别人 如果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或者右派人物 那么在他的意识当中 个人利益是第一位的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家人 其他人的利益和感受 可以不管不顾 甚至是可以伤害的 纵使违反了一些规矩和法律法规 也可以被理解 博尔顿老爷子为了美国人民考虑 简直就是个老英雄 这种行为必须要转发和点赞 是不是 这样的看法不仅在美国政团存在 想必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巴勒斯坦面对以色列的时候 因为自身弱小注定被对方收拾 所以只好求国际刑事法院主持公道 和平主义者面对美国政府的时候 自身弱小 无可奈何 只能向国际刑事法院起诉 他们在战场上犯下的罪行 但是强国根本不在意 国际法院这种没有强制执行力的单位 根本不被放在眼里 这个就是国与国之间的相处之道 靠的是实力 而不是法律 或者道德 好了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 我建议 或者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局势很简单 关注并发表评论和意见 另外我们立当节目 局势军的政治课已经完结 并在公众号 时政很简单上 有免费视听板块 您可以关注 获取更多资讯 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